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非课班出身的他只能自学 他努力打工存钱 希望有朝一日能到大陆拜师 认真地把笛子学好 从小就学钢琴的吴柔弦 偶然听到林瑞南的笛声后 惊为天赖之声 于是他成为林瑞南的知音与伯乐 他们因音乐而结缘 进而递结连理 为了让瑞南专心在笛肖演奏和学术上研究 柔弦自动为瑞南减少商业演出 这也让他们的生活面临了经济压力 但是为了支持瑞南对笛肖的梦想 夫妻俩相知相习 同甘共苦 一起追求他们的音乐梦 幸福不是天经地义 幸福要用心来经营 我们欢迎瑞南还有罗贤 来到我们三代之间 我刚听到他们夫妻故事的时候 我就好像在看电影情节一样 充满了浪漫的爱情故事 但是毕竟在现实生活里面 我们说面包和爱情是同等重要的 那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 他们如何战胜的面包 而且追求梦想 补出他们生命的乐章 那柔弦 就是说 好像你一直一直有一个心愿 就是全世界的人都可以听到 瑞南他的音乐才华 那么你一直是瑞南的伯乐 而且也是他幕后的 最大力的那一支推手 那在你的心目中 瑞南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一开始我认识他的时候 其实我还没有看到他的脸 我是听到一个很好听的声音 而且非常的惊讶 这个声音怎么这么好听 当时我是也是在参加一个 佛教的音乐会上面 然后我当时就觉得 这个人的音色怎么会这么好 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结缘的 一开始我不是很了解他 但是后来我知道 他所有的音乐几乎都是靠自己的努力 自己学习 当时我觉得他很难得 因为我从小就学音乐 所以我觉得说一个人 他在家里还没有办法再陪他的时候 怎么可以把自己准备得这么好 然后没有任何人认识他 在音乐上面他受到很多的打击 还有阻挠 他没有办法发展 可能他连工作机会都没有 我当时想说一个这么好的人才 应该要有人来帮忙他 以他的技术还有他的 在我所感受到的音乐的质感来说是非常地高 非常地棒的 那么瑞兰听贤内柱这么讲 他是对你的赞赏有加 而且好像很崇拜你 那么你眼中的贤内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他是我生命里最重要的人 给了我各方面的协助 我是一个对音乐之外的 所有事物都比较没有概念的人 在经过一段很长的时间之后 才发现自己为什么皮夹里总是有钱可以用 然后因为他是从小就接受这个西乐的教育 在乐理的部分 他是比我动的 当时我刚受聘京畜大学音乐系任教 他担心我在这个部分是缺点 所以他为我做笔记 为我做很多的准备 让我在有尊严的状态之下自己去读 不用他亲自开口来教我 所以我不断地进步 但是并没有压力 所以真的是间谍情深 就是互相的赏识 互相的疼爱又互相的维护 真的是让人家很羡慕 那么我看起来 因为刚刚瑞兰有提到 你除了音乐 其他你什么都看不到 然后也都不用管 所以当然家里的大小事都落在柔贤的身上 看起来柔贤你不得不精明能干 很多人都会讲说 这个一家之主应该是男生 那就是说你这样子在张罗生活上的所有的一切的时候 你如何去找那个平衡点 其实我是比较希望他能够全部专心都在他的学术研究上面 因为他在抵消这个部分他非常的通透 是 所以我想说我做我可以做的那个部分 然后其他的都不要让他操心 让他全心全意的去做他想做的事情 然后我把家里还有所有一些外围的事情都打理好 不要让他花心思 那么瑞兰真的是吗 那就是说家里的大小事都太太一手张罗 那很多的男人都会认为说 在家里没地位 没尊严 你会有这样的感觉吗 说到这个真的很惭愧 因为一直都很幸福 以前有妈妈照顾 那我也很专心地在做我喜欢的事情 结婚之后有太太照顾 所以结婚之后我连瓦斯都不会开 然后记得有一次 柔贤要我把一盘青菜冰起来 因为没有吃完 然后我把它放到冷冻库去 因为我不知道要放在哪一层 所以一方面我意识到自己真的在生活方面 是过去是太不用心 那另外一方面我觉得他做得更好 这样让我觉得很放心 而且不是为了贪图轻松 而是觉得这种互相互相依赖 互相拥有的感觉 让我觉得生活很充实 那么在追求音乐的梦想当中 也不是一路走来都很顺遂 好像曾经生活上还一度发生了这样的困难 可不可以回忆一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境遇呢 音乐教学这个工作是看缘分的 学生来了 工作来了 我们都是尽量尽全力去做好 但是缘分结束的时候也没有办法去强求 所以对于这份工作来说 即使是现在因为有非常强烈的热爱去支持 否则我想到现在还是没有办法给柔先生一个安全感 那么在陷入困顿的时候 因为我怕父母担心 所以我还是每个月都按时地提供父母的生活费 有一件事我必须要说 就是在非常困难的时候 柔先生几乎瞒着我 悄悄变卖掉他所有的手势来维持生活 这也让我很难过 也告诉自己一定要振作起来 在经济很拮据的时候 我们在饮食和花用的部分会尽量去精简 有时候两个人刚好都空下来没有工作的时候 我们可以在家里一整天都听音乐 这是我们算是最经济的消遣方法 柔先生那在那一段最困苦的日子呢 你怎么陪伴他走过来呢 当时没有觉得苦 我觉得没有钱它就是一个点 经济上面没有的时候 我们就想办法让经济上面可以宽裕 所以刚刚他说我卖掉了一些首饰 还有一些黄金 我觉得那些东西在适当的时间 可以需要用的时候 他派上用场这样很好 然后我也不希望说 他因为没有钱而去牺牲掉他 可以好好的专心的做一些研究的时间 因为在我的理念上 一个男人并不是要出去赚钱 才叫做工作 只是他工作的是没有薪水的 因为他可能在做的是 别人没有办法做的事 到目前为止也证实 至少目前在这个领域上 他做了很多别人没有办法做的事情 所以我当时并没有觉得 经济上面有压力 或者是生活上面很困顿 然后披家里没有钱 这些都是痛苦的 我一点都不觉得痛苦 我觉得我在做未来 也许未来才看得到的 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其实我想访问走到这里 我的心是被你们感动的 因为你们的眼里都泛着泪光 就是一般来讲 我们都会讲说 贫贱夫妻百事哀 但是你们并没有任何这样子的一种感觉 而是为了理想坚持永远不放弃 那这个力量 瑞南来自哪里 以往是因为自己喜欢 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当然心情是最好 现在多了使命感 一部分来自于太太对我的肯定 另外一部分是因为自己意识到了 真的具备了一些社会上所需要的条件 因为太太的爱 让你激发了你的使命感 是的 一般来讲就是说我们夫妻 就是可能会为了很多事情而吵架 那么常常吵的就是说 钱不够用 因为不够用会觉得会有抱怨 那抱怨开始就会觉得伤了彼此的感情 但是在你们的身上 反而把那样子的一种负面的 变成更坚定的力量 最重要的关键是什么 只要吃饭跟住的地方都先安顿好了 其他的都不要担心 我是一直告诉自己说不要担心 要有信心 要很相信 很相信自己 所以我当时没有害怕说没有钱 反而就是 其实可以讲一件 我自己的小确幸 就是他不知道的 这是当时我们两个人 带现在的教育大学去巡回演出 然后因为我们养了两只猫 然后这两只猫咪必须要去住旅馆 否则我们出去一个星期 两只猫咪都没有人照顾 然后我们出去的时候 我们都没有想说回来的时候 可能都没有钱去把猫咪领回来了 然后我们还是带着学生 因为学生都很期盼这次的巡回演出 我们还是出去 然后回来的时候 就是两个人 你看我 我看你就想说怎么办 今年过年要怎么办 回去没有办法领猫咪回来 在我这样想的时候 突然他接到一通电话 然后那通电话就很神奇的 就说某某人我欠你两万块钱 十几年的我都忘记还 然后因为他最近的运气很不好 他的爸爸就告诉他说 你是不是有对人不好 欠人家钱不还 所以他爸爸就教他把钱还 还给瑞南 然后当时他就送了两万块回来 我们就可以过年 我当时很兴奋很高兴 我觉得好棒 这是我自己觉得说 你不要害怕 然后什么事情好像上天自有安排 这样的感觉 我都不会有好事 我都不会没想到 就会被你打开 我都不会来 那刘旁人家 那张志昌 那张志昌 Zither Har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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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贤 那你对瑞南付出这么多的爱 是不是对先生呢 有没有什么愿望跟期许 当然啊 每一个太太她都会希望 自己的先生是很棒很棒的 以我个人的想法 我不会希望我先生是非常非常有钱的人 或者是说他在事业上一定要做到 怎么样的有版图 有什么样的事业版图 那才叫成就 可是我知道他在音乐这上面的天分 跟他的专长一定可以服务很多人 然后因为他也有传承上面的使命 传承上面的使命让他一直付出很多的时间 他总是一直在写谱 或者是研究抵消上面的一些知识 譬如说他会研究乐器的制作 乐器的改良 性能 还有很多古曲 很多古曲已经快要被遗忘了 他不厌其烦地把它重新再诠释 重新用他的所知道的技巧去把它编辑 然后编辑了很多好几百首 那我期盼说他在这部分的努力 将来都可以被大家看到 我感受到了 就是说希望瑞兰可以透过音乐 来做有益人群的事情 也透过佛教音乐 能够让更多人来理解佛法 把佛法运用到生活当中 因为你们的心很纯净 很善良 所以天无绝人之路 那我们说真的是这对夫妻 让人家真的是只献鸳鸯不献仙 他们夫妻从同甘共苦到现在苦尽甘来 我们可以看得到有爱就无爱 谢谢你们来到我们三代之间 谢谢 放上一杯茶 让家人的爱随着茶香扩散 阿丽到你家 教你如何为家人泡茶 今天阿丽到你家 要拜访一位坚强又充满爱心的单亲妈妈 杨佑珍是一位独自抚养两个女儿长大的单亲妈妈 同时她也是一位音乐志工 经常用琴音和大家结缘 疗愈许多在医院受病痛折磨的苦难心灵 音乐在她最无助的时刻 给她力量 陪伴她度过许多人生艰难的挑战 如今大女儿以结婚为人母了 小女儿下个月也要远赴新加坡工作了 左妈妈是既欣慰又不舍 所以今天阿丽要和佑珍一起分享孩子离朝的心情 教她如何为女儿办一个母女茶会 用琴音来表达对孩子的祝福 好高兴看到你 我也是啊 很高兴啊 来到中和啊 中和是个好地方 是啊 听说小女儿要出国了 对 因为她要到新加坡工作了 那很棒耶 爱不敢的 很舍不敢 刚刚好 你来了 那我们来带她一个很特别的茶会 给她一些祝福 好 那我们这边去 好 阿丽丝姐 是 我的茶器都放在这边 很多耶 你平常也泡茶吗 我非常喜欢 麻烦你帮我看看 哪一组比较适合年轻人 我们来看看 这个好吗 这个不错耶 真的有年轻人的味道 对啊 它的颜色还有它的形式 这个我女人应该会喜欢 好 那我们来布置 阿丽丝姐 是 你看啊 这是我想送给你 到新加坡的祝福卡 祈福 幸福 无私 幸能 有爱 对 棒耶 那我们就放在茶区上 好 好 又真这样好吗 太棒了 如果呢 你请她们喝茶的时候 别忘了再摆一下茶叠 她们就很开心 好 OK 那平常呢 你如果下了班呢 在家都跟女人做些什么事 都是我在练习古针 然后她在旁边听 练古针 对 我是我们台里池宴的音乐之方 那你为什么有这样子的 一种想法跟心愿呢 因为当初我自己 在工作上碰到瓶颈的时候 那时候心情蛮优异的 就到池宴去看病 听到有一位师姐来谈古针 那我就 我这个声音真的太美妙了 我跟她古针这么美 我就告诉我自己 我一定要来当音乐之风 那就这样好不好 如果你要为女人办茶叠的时候 你特别选一首曲子 送给女人好吗 好 那我就来选这首 祝你幸福 好棒 那我也祝你们全家幸福 那我更感谢阿丽师姐 祝你幸福 谢谢你 谢谢 谢谢 原轩原龙 进来喝茶 好 好 妈妈你今天怎么 家里特别的有气氛 因为阿丽师姐来我们家 教妈妈怎么固执 祝你事事如意 工作顺利 我也喜欢工作顺利 天啊 好 宁轩 你要到那么远的地方工作 妈妈会想你 但是妈妈送你一个祝福卡 祝你每天平安吉祥 那你就把它带在身边 好不好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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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远龙我也送你一个祈福卡 让你的家庭 让你的家庭 你更加圆满 好不好 好 谢谢 来我们来干杯好不好 来我们一起干杯 干杯 来 我帮你爹爹 好 妈妈来弹一首 祝你幸福 来祝福你们两个好不好 好 谢谢 好 今天办这个茶会 主要送妹妹 也是祝我们大家的高兴 很高兴 能当她女儿 她26年来的媳妇 我都看到了 然后以后 我会慢慢地走出一段 从以前到现在 我比较偏用在外地念书 然后我们最多就只是 车上一起喝个咖啡 她送我到火车站 然后她就忙着去工作 所以我们应该算是第一次 有机会这样坐下来 喝个茶 然后吃个小点 她是用音乐表达她 说不出口的爱给我们的 所以我真的很感动 我收获很多 因为我不知道说 爱可以用茶来表达 当然是会非常非常的不舍 但是对孩子的教育 不是给孩子一双翅膀 而是你要教他如何飞翔 所以我希望这一首祝你幸福 也祝他 不管在工作上 在人际上 他都能够是幸福的 我认为你想要开门 还原来补? 但我还认为我的